就是把錄製之後的結果把它做修改 那當然錄下來會用AddChart2 去把它秀出來 所以這邊第一段第二段 然後另外一個刪除好了 那這三段的話 我一樣有把它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在第一段 第一段在這裡 我們現在暫時先不考慮那個 就是相容性問題 因為相容性問題 這個地方AddChart2 如果你是舊版本 這個會出問題 那其實你只要把 幾個地方做變更 其實像如果你要相容舊版的話 可能就是 第一個 把這個Chart2改成 這個2拿掉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後面這個參數拿掉就可以了 我發現直條圖 你在舊版上面一樣可以跑得好好的 這個 要不然就是你用那個 我前面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用那個什麼ChartObject 那個也可以 圓形圖呢 一樣 這個可能要把這個刪掉 舊版的 你等一下可以知道 這個要把它刪掉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負 在那個AddChart2 AddChart 它裡面沒有 負 它就 Serial 所以你將來如果你要把 相容於那個舊版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你把那個 這個版本 這裡面的那個 黃色的區域 把它刪除掉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大概這樣啦 其實其他地方細節部分 自己再try一下 那你會發現 我們把它run一下 這個直條圖 一run就OK 這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圓形圖 第三個的話 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在這兩個 刪除的話呢 在那個 VBA裡面 其實主要 如果你要刪哪一個圖的話 那其實你就是加那個Active 目前的 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那個 Shift 就是它的那個 哪一個圖 那一般的話呢 哪一個 你除了後面可以給名稱之外 你還可以跟他講第幾個啦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我們一律都刪第一個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你把第一個刪掉 假設第一個跟第二個 刪掉第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第二個 它會地補成第一個 也就是說啦 你只要一直刪 刪 第一個 等於是說把所有都刪掉了 OK 那所以如果把這樣run完 第一個圖 第二個圖 第三個就把它刪除的話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乾脆我就做 三個按鈕好了 第一個按鈕 是產生磁條圖 第二個按鈕 是產生圓形圖 第三個按鈕是刪除的話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其實 當然我們最後啦 做完sab 前面講過 VBA 如果你要增加按鈕的話 可以直接從那個 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插入裡面有按鈕 你也許在這邊增加 第一個按鈕 比如說這個叫直條圖好了 假設我按下去 它會是直條圖 那按第二個的話 那就是這個 圓形圖 加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就是刪除 假設 我們 習慣上我是先 把圖先 這個按鈕先做一個之後 複製再來改 因為每個都會長一樣 如果你重新再 用插入按鈕的話 那當然呢 會變成底下的那個大小 可能你還在調整 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做好三個 第一個直條圖 第二個圓形圖 再來 我把它刪 刪除圖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刪掉 這一個跟這一個 不過我們按一下刪除 刪圖會怎樣 你會發現 沒有 這個兩個還在 但是呢 上面的不見了 所以啊 直接跟各位講 上面只要是圖的話 就是那個 Shift 有沒有 所以那個 Shift的話 就是 他 變成說 因為我們 做了三個按鈕 那他三個按鈕 都 這邊說他變 刪掉的是 第一個第二個 就刪掉這兩個 所以如果將來呢 假如說 你要刪除 圖的話 我們剛剛是用這一個 方式來做 對不對 如果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顯然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啊這個要怎麼樣 剛剛好把那個圖表 部分 所以你想說 那 老師 我如果不要刪 第一 刪這個 這兩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這邊一二三 那我四五個 可不可以 其實理論上 你就刪第四 如果假設 這邊 假設刪第四個 跟第四個 因為第四個應該會地補 我看一下 如果用這樣子 但理論上 我看一下 應該 不不不 應該這邊已經變 刪掉一個 這邊 變2 所以應該是刪第2個吧 看刪第2個 這個就刪掉 那這個理論上 這個 本來第3 又地補了變2 所以如果刪第2個 應該是OK 所以當然我們已經有歸納出那個 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是刪 可以刪圖 沒錯 但問題 如果你要刪是正確的圖的話 恐怕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來做 那我這邊提供給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刪除圖的話 後來試了半天 發現他另外有一個叫 Char 這個 Char object 這個東西 這個Char object 實際上就是圖表了 所以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 理論上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叫 刪除 用這個 Char object Delete 那寫的方法的話 我把它變更一下 這個是刪除了上面的圖 所以如果把它變更一下 我再把它 再把它加回來了 這個剛剛的東西 假設這個 第一個是假設我們希望做出來最後是這個是直條圖 然後第二個按鈕的話按下去是圓圓形圖 第三個按下去是刪除圖 假設啦 需求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那個 再來 那個第18週的時候 你們要交個作業 所以你們要思考一下那個作業要怎麼做 那理論上我們是希望 類似如果可以的話 是直接 做出類似的應用啦 反正就是我希望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 不管是開放資料或者是 這個網頁資料 抓下來之後幫我把它變成視覺化 一個爆表 然後視覺化結果秀出來 也可以很流暢的 最好按個按鈕 自動東西該有的都出來的話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直條圖 圓形圖 這個刪除的話可能你要改一下 如果你要刪 刪除圖的話 請各位改哪個地方 一樣是這個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哪一個 那如果是只要 你就不能用這個 sharp 這個sharp 這個sharp 這個sharp指的是 上面只要是 圖的它會刪 所以我們應該刪的話 應該是刪 所有的 那個什麼 叫 chart 所以這邊的話 圖表就是這個 圖表的物件的話 叫object 那哪一個的話 如果是所有的話 就是所有的 這個 chaps指的是 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圖表 也就指的是這兩個 如果全部都要刪除的話 你就什麼 點什麼 點Delete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的話 意思是他說 你幫我把這個chars 這個裡面的所有的 這個圖通通刪掉 那這樣他就知道 但如果你要刪掉 其中一個的話 第幾個你可以 在瓜糊裡面 第一個 或者是第二個的話 你這邊再加數字 OK 所以 請你把那個 刪除圖的部分 改成chart object OK 那 甚至你可以給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裡面比如說叫什麼 這個要圖表1 這個要圖表2 可是呢 比較麻煩 用名稱的話 常常最 容易出錯 就是因為這個圖表名稱 目前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叫圖表7 這個叫圖表8 可是如果你下一次再執行一次 這個名稱又會變更了 這個的名稱 所以一般 如果要指定哪一個圖表的話 很少再用名稱 大部分都是哪一個 OK 第幾個 要不然就全部3好了 所以全部3的話呢 我剛剛 把它改寫一下 基本上 改完之後的話 就是利用那個 叫 Char object 這個後面刮糊就不要了 就是意思是全部的 如果以後看到 有加S的話 表示全部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執行的話 這個就刪全部 OK 有沒有 全部刪 那你的按鈕還在不在呢 按鈕還在 這個叫 所以應該叫 Button object OK 就不是Char object 這個是Button object 如果你要刪按鈕的話 也許這個地方 把那個什麼 把Char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Button 它叫 Button object 可以把它刪掉 當然這個你想說 怎麼會知道 其實喔 你可以善用那個 F1這個按鍵 其實按F1的話 它會跳出什麼 官方版的說明 有沒有這邊會 不過兩個讓你選 然後你按說明 那其實我是按照 它的裡面的說明 去找到 相對應的這個答案 有沒有 Char object 有沒有 裡面的話呢 還有其他的啦 你可以再去 根據 其他的物件 裡面能夠做什麼 甚至 它會幫你把這個Char object 裡面的所有方法 都列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圖表能做什麼啦 包含如果你要複製 你要新增 這邊都有 屬性的話就是它能夠做什麼樣的相關設定 或者資料的變化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改變 包含它的什麼呢 它的座標 像它的寬 width 它的高 它的 左邊的座標 它的右邊的座標 那這些其實 都還是 可以再做變更 那其他還有像 樹木的話就 count 它裡面到底有幾個圖 其實 也可以用點 count 來 知道這個訊息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就是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 一、二、三 這樣感覺還蠻 蠻流暢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三個 按鈕分別把它做出來的話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三圖 我也許把它改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雲端上面這個程式 我就把它改成這一行好了 所以在我把它放在第幾頁 第1、2、3 這個三圖就改這個好了 OK 不過可能會有個地方會有問題 什麼地方會有問題 就是 如果你今天 1、2、3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 我後來發現 再試了一下 會出現錯誤是 如果你再多按一個刪除圖的話 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 如果 裡面沒有 圖表 但是你卻按了它的話 那這個時候會出錯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沒有 但是你又要叫它刪除 它會一定會發出 啊 沒有 找不到圖表啊 那我怎麼閃 就會壞掉了 就卡住在這裡 所以理論上 你假設要防呆的話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要做一個邏輯判斷吧 什麼判斷最好的 其實比較合理的應該是 剛剛我們不是有 在這邊按F1 有看到有一個它的屬性 它屬性叫做什麼 數目嘛 其實數目的話呢 就是要點抗者 所以喔 也就是說如果它的數目 假設你要刪除的話 你要判斷什麼 如果 它這個什麼呢 TrialObject點抗 什麼的TrialObject點抗 就是 這個工作表的TrialObject點抗 它一定要是 大於0的狀態下 OK 也就是說它的數量 一定要是 要刪的話 一定要是 大於 0的話 空一格然後 才能夠刪除它喔 然後刪的話呢 就是把它放在下一個 然後End If 這樣就OK了 就是 如果說 它的 這個數量 是大於0的話 也表示說呢 一定要一個以上 那我們才去刪除它 否則的話呢 如果像這個 應該現在這裡面應該是等於0 因為裡面沒有嘛 我看一下F8 有沒有跳過了 這樣子 就不會出錯了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啦 直接點Delete 因為 當裡面沒有任何圖表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所以應該比較正確 應該是這樣寫 如果喔 裡面一個圖表都沒有的話 那就不要刪 OK喔 所以做好大概 長這樣啦 那我也把程式 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喔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的第四個單元 的 第幾頁 第三頁的地方 就把它貼在這 123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 再去做按鈕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對嗎 那 我們可以看到 雲端的地方 雲端的地方 對嗎 我們可以看到